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欢宇 今天我们来讲个专场 叫做纯色专场 这个专场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做起来也蛮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专场还是蛮实用的 因为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的颜色 这个纯色专场能够丰富 你这个视频的一个视觉效果 而且能给你视频带来更多的色彩 其实我们看到何同学 在他的视频开头和结尾 都有这样一个纯色专场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要搭配上一些合适的音乐 那这个效果就能够让你的画面更加出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如何制作的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纯色专场 其实原来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一个纯色的叠加元素 再加上一些系统自带的转场工具 就能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里面有几段素材 是一群人在河边 首先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特效库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器 让我们看到在生成器下面有个纯色 我们可以先把一个纯色素材 拖拖到时间线上 拖拖到时间线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默认是黑色的 那我们肯定希望它的颜色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纯色素材 然后我们在右边检查器中 看到在生成器下方 有个色彩的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色彩选项 之后它就会弹出一个选项框 让我们来选择颜色 我们可以从它给出的几个选项里面 去挑选这个颜色 比如说我可以先选择一个青色 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点击确定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选择颜色 比如说我可以先把拖拖头 放到我们素材上 这时候我再点击上方色彩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色彩旁边 有个取色器 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取色器 去选择我们现在素材上面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可以选择老奶奶身上这个粉色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的素材就变成一个粉色 所以这对于你想选择素材中 某个颜色的时候 是比较有帮助的 做好这个纯色的素材之后 我们就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叠加效果 我们可以点击左上方的特效库 让我们选择视频转场 在视频转场下面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转场的选项 比如说像光圈 这里面就是按照不同形状进行转场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当我们把菱形展开 放到这上面的话 这时候我点击播放键 它就按照菱形的方式 进行了一个转折 所以在光圈下面的这个选项 其实就是按照不同的形状 进行一个转折 接下来我们往下拉 看到下方还有更多选项 比如说还有像心形 心形 四方形 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尝试 当你拖载到实现象之后 它就按照特定的形状 进行一个展开 其实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还有个画像 我们可以选择画像里面的中心滑像 我们把它拖载到这个素材上 这时候我们点击播放键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 就是说这个纯色的素材 是从中间开始 然后往两边展开 最后铺满了整个屏幕 我们可以对这个效果进一步调整 首先我们可以点击 我们刚刚拖拽这个中心滑像 这个转场要素 点击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场旁边 就会有个红色的边框 我们看到右边检查器中 在这个中心滑像里面 有几个选项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 键入键出这个选项从无 调整到入与出 这样的话当我们回放的话 这个转场就有一种速度上的改变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展开的时候 明显速度上有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就让这个效果 更加出色一些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刚做好的 这个转场 复制到这个素材的末尾 跟其他音频视频素材一样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通过 option加鼠标拖转 去复制我们做好的这个转场 我们可以点击 我们做好这个中心滑像 我按住option加鼠标拖转 然后可以把它直接拖到 这个素材的末尾 这样的话它又自动复制 粘贴了一个 拥有相同属性的一个转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转场旁边 也有一个这样一个曲线 说明它也有一个入语出 这样速度上变化的一个转场 做完这个转场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想法 去调整上方这个 纯色素材的长度 比如说你如果单纯 只想做一个转场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拖转 这个纯色素材的右端 去把它拖短 我可以把它的位置 稍微移动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播放一下 这样的话它就单纯的 一个转场文件 去衔接两段素材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时间 拖长一点 比如说可以把它 拖得稍微长一些 这样的话在转场中间的话 你也有足够的时间 填写些文字标题 在这个纯色上面 那我可以把后面两段素材 往后拖拽一下 这样的话转场效果就是 它先进入一段纯色 然后我们可以写些文字 然后等文字消失之后 它再通过一个消失 进入到另一个素材 但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素材 一定要跟上方的 纯色素材有个叠加 比如说当我把这个素材 往后拖拽 和这个纯色素材 没有叠加的时候 它在做这个转场的时候 就会有个黑色出现 而不是说直接进入到 下方素材 所以如果想要做 这种类型的专场 请确表两个素材 在上下会有一个叠加 这样的话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做完这个效果以后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 只有一个颜色 还是太单调了一点 我们希望多加些颜色 这样能够让这个效果 更加丰富一些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可以点击 上方的纯色素材 然后可以按住是option 加鼠标拖拽 去把它往上拖拽一个时间轨道 这样的话 它会自动复制粘贴 一个另一个视频素材 到上方的时间轨道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两个素材 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调整 它的颜色 我可以选择 我们复制粘贴好 这个视频素材 然后我们在右边 检查器中选择色彩 然后可以给它 选一个新的颜色 比如说这回 我们可以选择青色 OK 然后点击确定 选择好青色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两段纯色素材 它的长度也是一致的 所以当你回放 这个转场的时候 现在只有青色在上面显示 那我们需要让两个 纯色素材 有个时间上的不同 首先我们可以用鼠标 点击上方纯色素材 这个左边 当我点击左边之后 我们看到 它纯色素材的左边 就会显示为绿色 就表示我们已经选中了 它左边的边缘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 逗号和句号 这两个快捷键 就是当我们选中素材的时候 我们按句号 可以把这个素材 往后挪一针 逗号可以把这个素材 往前挪一针 但是对于边缘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选择这个边缘 它显示绿色之后 这时候我们按住句号键 它就会往后挪一针 我们可以按下五次句号键 让这个素材 左边的边缘往后挪五针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素材和下方素材 在开头的位置 就有五针的不同 那对于右侧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先选择 右侧这个边缘 然后这时候 我们按逗号按五次 这样的话 上方素材在右侧 也缩短了五针 这时候我们回放一下 这个效果 它就有两个颜色 从中间出来 然后在消失的时候 也有两个颜色 这样的效果 就比刚才只有一个颜色的效果 更加出色一些 那同理 其实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去复制粘贴更多的素材 然后通过把它们的时间缩短 这样的话 你就能有多个颜色 出现在这个转场画面中 那直到这个效果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特效库里面 所有可以利用 做转场的这些效果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通过添加不同的颜色 减少它们的时间 就能做出一些 更具有色彩性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再试一个 我可以先去左上方 先去生生器里面 把一个纯色素材 拖转到我们时间线上 我可以把它时间稍微调一下 这时候我可以回到 视频转场选项 然后我可以看到下方 在运动这一选项里面 有个滑动 我可以把滑动这个转场 拖转到这个纯色素材上 然后我可以去右上方 改一下纯色素材的色彩 比如说可以选择黄色 然后我可以按Option 去把这个转场复制到后边 这里面我们所做的转场 也可以用鼠标拖转 去更改它的时间的长度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动调节 而不一定非要用默认的一个选项 那更改好它的长度之后 我们也可以跟刚才一样 按Option去复制 复制好的话 我可以选择左边边缘 按五下句号节 然后再按五下逗号节 然后再给它选一个颜色 那这是我们看一下效果 它就是这样一个 从左到右推动的一个颜色 其实这个效果就蛮像 和同学视频里面 最后结尾的那样 它通过添加六七种不同的颜色 然后再配合一个遮罩效果 就实现用手一推 然后就有一个六七个颜色 出现在画面里 这样一个动画结尾 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那其实这个效果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这个YouTube博主MrAlex 他也分享了一个项目文件 在里面他也分享了 他如何做他这期视频里面 开头部分的这个动画 做法是跟我们刚才做的一样的 我也把它这个项目文件 放到我们百度共享盘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这里面一起看一下 它的效果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个效果 就是这样一个颜色 按照顺时针滑动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线稍微放大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这里面 就是用到一个时钟滑向 这样一个转场效果 通过三种不同的颜色 再通过对尾端这个时间进行一个调整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颜色 按照顺时针滑动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是颜色 从右上角往左上角滑动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用到的一个转场 是三角形右侧 之后的话 它也是把这个素材进行复制 然后对颜色进行调整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推移的效果 那这个推移的转场 其实我们之前在平移转场内 其实也有讲到过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OK 这样的话就是三个框 然后先到右边 然后再回到左边 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其实蛮有创意的 因为其实默认的话 这个滑动转场 就是我们刚才在教学中提到的 它这个颜色 其实是覆盖到整个这个屏幕的 但是它这里面做了一个什么调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点击第二段素材的时候 我把这个画面往下拉 它把顶部进行了一个裁切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看到的形状 其实是因为第一个素材 对上方进行一个裁切 然后第二个素材 对上方的小一部分进行裁切 第三个素材应该是没有裁切 你看我们第一个素材 应该是裁切了720 然后第二个素材它裁切了36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蛮有创意的想法 通过裁切 让滑动效果出现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它是先从右上角 然后再从左上角 有个颜色上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最开始左边的转场 用的是三角形右侧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用的是三角形左侧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段 这个它用的就是 边缘滑向的一个转场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这个它用的是中心滑向 然后它把角度调成了45度 这就是为什么它有一个从中间 然后往45度角往两边走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它用的转场是螺旋转场 其实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蛮酷的 如果你要添加不同的颜色的话 这样它能够从中间 然后产生好多同心圆 并且它们之间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这个效果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酷的 这个也是从三角形右侧 所以没什么讲的 最后一个 这个它用的是菱形展开 然后上方用的是X画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开始才是个菱形 然后中间当菱形展开一半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一个X画像 然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转场效果 还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给大家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多默认的转场 但是这些转场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一步加工 通过调整它的角度 或者对它进行裁切 或者将不同的转场进行组合 就能实现一些很多有趣的效果 当然的话 如果你要利用更多的纯色素材 添加更多的颜色 那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出色一些 那这些效果到这里就讲完了 正如大家看到的 这个效果做起来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这里面 就是用了一个纯色的素材 但用系统自带的转场效果 就能实现这样一个纯色转场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了解到 我们可以对系统的转场 进行属性的一个调整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复制 这个纯色素材 改变不同的颜色 缩短它的长度 让这个效果更加丰富多彩一些 我们也可以把不同的转场进行搭配 实现不同的组合 产生更多有趣的效果 所以这个转场效果 其实可发挥的空间还是蛮多的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看看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转场效果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文内容 我是桓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